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圣马尔谷福音六章七至十三节 愿耶稣的故事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耶稣叫来十二门徒 开始派遣他们 两个两个的出去 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 嘱咐他们在路上 除了一根棍杂尾 什么也不要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 却要穿鞋 不要穿两件内衣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在哪里 进了一家就住在那里 直到从那里离去 无论 无论何处不接待你们 或不听从你们 你们就从那里出去 扶去你们脚下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出去宣讲 使人悔改 并驱逐了许多魔鬼 且给许多病人附游 治好了他们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天主是活人的天主 我们的信仰是生活的 基督徒的生活 是主动的积极的 主动活出信仰 就是领受了天主的派遣 进入天主的国 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信仰 更倾向于被动状态 好像是死人的信仰 耶稣派遣门徒 让他们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铜钱 不要带衣服 不是让他们靠天上 掉下来的馅饼 而是让所有人明白 天主的国 不是建立在这些物质上 而是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就是信仰 信仰在人与人与人的交往中 默默传递着 门徒们无论走到哪里 就住在哪里 他们的灵在既是天国 因为天国 因为天国就在他们的心中 那是他们与天主的关系 他们接受了派遣的使命 我们是基督徒 犹如门徒肩负者 活出天主国的使命 无论我们在哪里 重要的是接受了派遣 不靠外在的物质 彰显天国 而是自己的生命 在自己内的天人关系 宣讲 驱魔 治病 是门徒们所做的事 他们凭什么 可以做到这些事呢 是食物吗 口袋吗 还是铜钱呢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